近日,去台媒爆料,40岁男星铸凡刚涉毒被抓,据悉,台北市中山分局在酒吧进行临时检查时, 近日,近日外发现,一人铸凡刚也在酒吧,并且身上藏有大麻电子烟,铸凡刚因为版毒品危害防治条例,被移送至台北地金属复训,目前正在侦选中。 单纯提到铸凡刚这个名字,大家已经有些遗忘,不过,大家一定还记得曾经红极一时的台湾组合183Club, 而铸凡刚刚好,就是其中的议员。 1998年,加拉大吉的铸凡刚参加了温哥华新秀歌唱大赛,并在此次比赛中获得冠军,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2004年,铸凡刚与明道等人一起主持偶像男团组合183Club,铸凡刚在其中担任主唱。 在这之后,铸凡刚开始参演多部知名的台湾偶像剧。 在出演了首部电视剧《全国的嫁衣》之后,铸凡刚开始有了一定的名气。 2005年,铸凡刚又参演了经典。 台湾偶像剧《王子变青蛙》,饰演麦克一角。 2006年,铸凡刚再次参与主演了台湾偶像剧《爱情魔法师》,并在剧中饰演费难度。 在当时,这几部偶像剧的人气极高,铸凡刚也因此有了越来越多的热度和关注度。 不过,当时的铸凡刚虽然人气暴涨,但是绯闻却是一直不断,经常有媒体爆料发炮夜店等负面消息,严重影响到了整个队伍的声誉。 最终被迫选择了退队。 2008年,183Club组合正式解散。 其实,除去183Club,队员的身份,铸凡刚还曾是著名女歌手肖亚轩的前男友。 甚至曾有媒体爆料称,铸凡刚是肖亚轩的初恋男友。 据悉,铸凡刚在温哥华留学时与肖亚轩相识,在之后两人就陷入热恋,铸凡刚还曾把肖亚轩带回家中间母亲。 两人的感情一直都还算不错。 不过,在之后,肖亚轩回到了台湾发布唱片,而后迅速走红,赞。 铸凡刚那时还继续留在国外,两人分隔两地,加上差距越来越大,最终选择了分手。 但是关于涉毒被抓这样的事件,铸凡刚早已不是第一次了。 早在2007年,铸凡刚就因吸食大麻而被捕,并抢制了这47天。 这也是当时导致他退出183 Club组合的重要原因。 之后在2013年2月,铸凡刚在家里开派对,由于声音太大被邻居举报。 结果当警方到达时,却意外发现,铸凡刚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藏有毒品。 当时铸凡刚表示,是其中一位朋友把毒品放在了家里,警方突然来跑。 铸凡刚匆忙之下,才把大麻放到了衣服口袋。 虽然当时警方对此持怀疑态度,不过由于铸凡刚要检证师骑兵被吸毒,最终被警方释放,只是救了6万元的罚款。 然而,仅仅过了不到两年,2014年12月,又有媒体爆料称电视节目《美丽翘佳人》主持人王静,因社选荣流他。 人吸毒已被警方刑事拘留,而铸凡刚由于当时也在现场,所以和王静一同被捕,当时还有传言称,铸凡刚是主持人王静包扰的对象。 不过,由于铸凡刚最后举报有功,五日之后便被释放了。 对于这次铸凡刚再次涉毒被抓的事件,不少网友也是表示非常的痛心,明明可以走正道,好好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,却偏偏做了错误的选择,一副好牌可谓是打得稀赖。 不过也希望铸凡刚这一次,可以真正意识到自己错误,好好走正道,不要再去做这样违法乱迹的事情了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